大家好,歡迎收看Aviv Tarot 今天呢我們要做一個開箱分享 就是這一個True Heart Intuitive Tarot 這一個呢我是在Amazon買的 我在Amazon上面買的 它本來原價要30塊 然後現在Amazon可能它因為又在印還是怎麼樣子 反正現在是比較便宜 17塊好像 然後我們在美國還要加稅啊什麼什麼的 所以大概在20塊左右 然後所以它算比較便宜 至少比它剛出來的時候便宜很多 然後如果你用什麼 因為我還有用其他的那種網站 Book Depository啊什麼的 我有比較了一下 目前我看到的話是Amazon比較便宜 所以大家如果有心情的話 可以在Amazon看一看購買這個 或者是你們看你們所在的地方 你們附近的賣這些神秘學的東西的店啊 他們應該應該是也有賣 那作者是這個Rachel True OK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解康來看 我看我這樣掰不開來 你們看 好 好了 大家可以看喔 這個 這個盒子很大 跟我的手比的話 我手其實算小的 用什麼東西呢 嗯 喔 Apple的這個 這個遙控器好了 你看它比Apple的遙控器還要再大 一點點大概是兩個左右 Size 盒子是這麼大 然後呢 嗯 裡面有一本書 這本書 其實我在買之前呢 我也有去看一下別人的開箱 然後呢 嗯 我看到別人就在講說 這個 這本書做得這麼漂亮 然後它原價還要三十幾塊 為什麼它這一本書 既然沒有印 而且它用的是非常好的紙喔 這個紙是那一種有亮 你看它是有亮的 OK 然後厚度也是 也是算有一些厚度的 可是它說 為什麼沒有 不是彩色的 我也覺得 嗯 對耶 現在這樣 實際上面這樣來看的話 它只有封面是彩色的 為什麼它裡面不用彩色的印刷 很奇怪 對不對 彩色印刷就會讓 至少覺得 這個 東西還蠻值得 這個價錢的 OK 那麼 它是 它分了兩個小小的這樣包裝 OK 那麼 所以它兩個還有 算是蠻小心的在包裝它的牌卡的 我不想要包我牌卡的那個 嗯 嗯 我在買之前 就我剛剛說 我也有去看其他人的那個網站啊 然後 他們是說 牌卡的紙質很薄 我來看一下喔 它的牌卡的紙質怎麼樣 欸不會啊 我覺得還OK耶 嗯 厚度還行 厚度還行 他們說買的非常的薄 我覺得還OK 跟一般的硬直版的 厚度差不多 但是因為它是 微微的上了一點點的皮光 它不是非常亮的 所以 所以如果你要去把它折的話 它其實還蠻容易折到的 它就是真的是一般的 厚紙板的那種 紙質 OK 所以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牌 分開好了 OK 這邊是 第一個是這個 Fulls 我拉近一點 Fulls 這是 那它的粉蠻酷的 它是站起來 而且頭上面還發光 Fulls Seg Seg Permit OK 这个是Justice 这个Justice很interesting 他OK 他手上 他是手手抓着这个柄 但是看起来有没有很像他被吊在上面的感觉 哇 他的脚下面踩的是那个键 Interesting 倒吊人这也很有趣喔 他的头发光 然后他会四射东西出来 刚好跟这个树的这个根是有点交错的 很有趣 这个也很有趣啊 因为他是一个死神里面 他的心里面是一个人 人又把他的心在剖开 OK Temperance Devil 但我这个我那时候看他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骷髅头 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 他的俘虏 塔牌也是有一个手 他不是一般的闪电 有啦 闪电在这里 但他是有一个手去把它拆了 有没有 God's hand 哪一种感觉 哪一种感觉 我发现他这个有一个Theme 就是他好像每一张牌卡里面都会 你可以找到这个眼睛 几乎好像都有 几乎好像都有 至少我再连这几张我都有看到 好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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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 这里有两个 三个四个 这个圣杯三我觉得蛮好的是 嗯 因为通常圣杯三不是会 是 讲说第三者啊什么的 就是现在新世代的解释 就圣杯三说的是很开心啊 庆祝啊 有的时候也会讲说第三者嘛 可是这一副牌里面 他 他这边 是跟很多其他的人在一起 就是在一个party上面 一个舞会 我觉得他会削弱一些 所谓第三者啊这样子的那种意思 他这个真的就是去参加party 拍对然后享受的感觉 多一点要不要 这张圣杯四也很有趣哦 他是拿着那个第四个杯子 杯子然后去浇花 这边有一个人在偷看 就我说的那个眼睛 你看 我是不是说那个眼睛 一直会出现 圣杯六 哇 这是要去什么火星了吗 是不是 还是这是什么木星 还是土星 可能是木星追求梦想 圣杯酒 这个很像是你知道 就是你知道要 勾引人家的什么 pose 圣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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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碑3 圣杯 2 圣碑圣杯 圣杯二 圣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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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男人嘛 然後接兩個女人 這一副牌反而是金幣3 比較有那種第三者的感覺 但是當然金幣3通常是在講 一起合作啦 所以它也是合作的意思 金幣4 這個沒有那麼強烈的 抱著金幣不放的那種感覺 就腳只有踩一個 然後這兩個是散放在旁邊的 金幣5 有人在偷看有沒有 很像真子 在那個錦裡面 金幣6 這很有趣哦 我本來以為它是一幅畫 它像一幅畫嘛對不對 可是這感覺是從這邊開了一個窗 然後給你東西 這是不是很像上帝說幫你關了一扇門 但是開了一扇窗給你那種感覺 有耶 因為金幣5就是在講很沒有錢嘛對不對 然後所以當你在很窘境的時候 金幣6就是給你開了一扇窗 金幣7 金幣7 下面有點可怕耶 在頭耶 金幣8 9 這個蠻漂亮的 你就是一朵花 這個跟聖杯石藝曲同光之廟 但是有點isolated 你看兩個那個 那個孔雀 捧著這個 嗯這個有那個火鳥耶 浴火鳳凰 全照1 2 我覺得這個蠻好的 看他後面燃起熊熊烈火 呵呵呵 聖杯3 啊不是 全照3 有點在等待的感覺 嗯 結婚了 我慶祝party 哦 MEDUSA 蛇女郎 全照5 interesting 全照6 全照6 全照7 然後這個蠻酷的 就拿了一個這個shill 抵擋大家給你射過來的這個全照 然後這個全照8 是從腦袋裡面射了一大堆全照8 全照出去 全照9 全照10 這是蒼蠅嗎 有一些可能要真的要參考一下書本裡面那個作者想要給的訊息是什麼 OK寶劍1 OK這個也蠻有趣的 他是在做一個Yoga的Post耶 經濟獨立然後再思考 白天跟黑夜 這蠻有趣的 這很可怕的眼睛又來了 法界4 他懸空在上面耶 他已經要成佛了 這好不舒服喔 寶劍5 寶劍5 這幾個戳在眼睛上面耶 天啊 寶劍6 欸他被吊起來耶 遠離 喔 遠離 他被拯救了 寶劍7 這邊也很好 這邊很有趣 他上面有兩隻小狐狸 有沒有 有沒有 sneaky的那個意味更重一點 這個很像那個卡通裡面那種很evil的那種女鬼還是什麼的 要拔劍出來了 這個我那時候看我也是覺得這張牌超好的 寶劍9 這個你看 就是在講說想太多有沒有 然後腦袋像被針刺著一樣 會偏頭痛啊 什麼的 就是很頭痛 OK 寶劍10 這個他手上面拿了一卷紙喔 所以真的有那種messenger的意思喔 寶劍的這個 騎士是會飛喔 這很像那個Pocahontas還是什麼的 他準備要去打一場硬仗還是什麼 反而寶劍國王的劍士是休戰的狀態 OK 這個就是這一幅叫做True Heart Intuitive Tarot的這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購買 那麼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如果有什麼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寫在下面的留言區那 也不要忘記幫我分享 訂閱還有按讚我的頻道還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順便把小鈴鐺打開 謝謝你們的觀賞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